我覺得那個時候有很多的疑問 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跟你說 如果我有選擇的話 我可能不會想要再當歌手 我覺得我很努力的在工作 尤其在這個行業 不是說你全力的付出就一定會有收穫 有很大一部分是運氣 我記得你跟我說過一件事 你說好像人不應該有夢想 是你要找到一件你有熱忱的事情去做 因為夢想的目標是會結束的 你追到了就沒有了 人不要有夢想但是應該要有熱情 夢想有一天可能會達到 我可能真的會站在舞台上面 我可能真的拿到金曲獎 但是達到之後呢 找到熱情的話就是可以一輩子做下去 最後的終點變成不是最重要的事 而是那個過程 最一開始寫歌絕對是充滿了熱忱 所以在出第一張專輯之前 所有的創作都是沒有任何目的的 就是單純好玩 因為我記得我自己找到一件 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會有一種 就是會有一種怦然心動的感覺 會很努力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所以應該會有得失心吧 絕對會啊 其實說老實話 我每天都在尋找 我都在尋找正確答案 然後我希望拿到高分嘛 得到認可 我記得你是在你大學畢業 畢業典禮上面 發了你的第一張專輯 因為我那時候十八歲 小時候比較叛逆 我沒有你那麼溫和 當時是陶家 搭上飛機面提你的英偉愛 然後我就看著飛機窗外 就是離金門座小島越來越遠 所以英偉愛這個 這首歌對我來說有一種 有一種很迷惘的感覺 好奇妙喔 我在聽英偉愛慢慢等翻譯練習 有沒有好天氣那些的時候 我都會有一種 回到十八歲的感覺 所以現在聽英偉愛 又會再回到那個當下 我會 而且會有一種濕濕的感覺 你說眼睛濕濕的嗎 還是 濕濕 不是那種濕 Too much information 不是那種濕濕 以下濕濕 其實你會 有可能會越來越 因為別人的眼光而不太能做自己 你要真的說那些犧牲或是什麼 要寫一些可能 大眾會比較喜歡的歌 或是去唱一些 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的作品 以前在那個當下 心智我覺得也不夠成熟 都會覺得很痛苦 不想要唱這些作品 但現在的我會知道說 那就是一個過程 你的期待跟你出社會之後 面對的現實的死亡 最大的反差是什麼 在我15年 開小巨蛋的演唱會的那一次 其實那一次的演唱會 做的一些包裝跟宣傳的方式 不是我最喜歡的 那當時我當然也有反應 給同事 但我還是被他們說服了 我覺得我是一個 同理心過剩的人 想要包容各種不同的想法 即使今天 這個事情 不是我最喜歡的 我覺得長大或是成熟 是你在不斷的妥協 原本討厭的事情 就不會再討厭 抱怨的生活 也不會再抱怨 妥協居多 對然後是壓抑 但現在回頭看 那都是不太健康的 就是我們可以去理解對方 但同時也要理解自己 就是適時的把自己放出來 我記得剛出社會的時候 面對那些不認同的制度 我會有一點鄙視那些不認同的事情 可是時間久了好像就會漸漸的被逼迫去妥協那些事情 比如說那次的小巨蛋 因為演唱會就要放開那女孩 所以宣傳有一個想法是 我們去必懂很多不同的女孩 那在那個當下其實 我沒有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理解了世界 不會只有二元對立或是是非黑白 是有太多的不得不 或是為了要顧全更多事情而做的犧牲 你原本期許自己是一個音樂人 對 但其實你面對這個社會之後 你變成一個偶像 對就是那種偶像的包裝 我覺得不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小巨蛋之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是有一點自暴自棋的 就是覺得說那既然大家都不在乎音樂 那我後來慢慢慢慢找到那個平衡 因為很體貼別人第一件分歧的時候你會選擇退讓 退讓久了有時候就不小心犧牲了原本的自己 你現在知道世界上的討厭都有他的理由 然後世界上的壞事可能都會有他的苦衷 所以這幾年我覺得我反而是學著怎麼放過自己 你的東西不完美沒有關係 因為我體認到有更重要的事情 是你的誠懇 對於你要做的事情有很完美的要求 我覺得爸爸媽媽對你影響 其實我是成長在一個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 因為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成長 所以我一直以為說其實應該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真的出來看了之後發現這個世界從來就不完美 他也不會有完美的一天 但這是他最美好的地方 因為他最真實 This is the world 世界就是這樣 當學會去擁抱這種不完美的時候 才能夠真正的找到某一種平靜 這十年你叛逆過吧 你有做過一些叛逆的事情 我知道你是一個乖寶寶 就算要做壞事也是一個不壞的狀態 對 17年的時候我去了一趟緬甸 就是去學怎麼打坐 怎麼冥想 我覺得我更加的了解自己 其實當我們要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去認知說 這世界是什麼樣子 更多時候其實應該是要認知自己是誰 離開台北你工作的地方 你成長的地方 遠離這些世俗 一定是你當下對於自己的壓力 或是已經對自己的生活很不滿了 因為你都一直很努力在工作 但你沒有時間去感受 對 然後你去了一趟之後 你發現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改變 回來會發現說 對其實 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怎麼運作 但是我認識到我自己 那我可以怎麼去面對這樣子的世界 然後對找到最舒服的方式 我還是全力付出 因為我內心已經 透過這個付出而獲得了很多 為什麼會做出這張專輯 就是因為這樣 趁著做這張專輯的機會 我記錄下來所有我覺得 對我很重要的人事物 那我已經非常的滿足了 你是很害怕留下遺憾的人對不對 超級 超級害怕留下遺憾 我的外公外婆 因為在過去兩年 他們就是相繼的就是離開 這張專輯有記錄下來非常非常多 我外婆的聲音 我外公的聲音 我的親人的聲音 那會是一種美好的回憶 就是人走了 但是回憶都會留下來 我從小因為是我外婆帶大 所以我一直覺得她是 她就是永遠的靠山 她永遠不會倒下來 到她比較晚年的時候 我很印象深刻是 有一天她突然開始臥病在床 那個是我第一次覺得說 我看到我外婆那麼的脆弱 從那個時候開始意識到說 我不再應該是 仰賴別人的角色 而是被仰賴的 我覺得你的家人給你的支持 讓你在踏進這個社會之後 更有底氣 對我覺得我能一直堅持到現在 很大一部分 真的都是因為我的家人 以及我的親友 就是我所有的朋友同學 這些人都很無私地給予 我好多好多的愛 是不求回報的 這張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叫做 I wrote a song for you 其實真正的重點是在 You wrote a song for me 這件事情 我想要跟大家說 你們每一個 在我生命當中出現的人 不管是給予我愛的 或是給予我傷害的 你們都寫了一首歌給我 我們剛剛說 人不應該有夢想嗎 要找自己有熱情的事情 沒錯 才會是一輩子的 但是我覺得你有夢想 你的夢想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啊 然後有一個可以一起相處的地方 他們用生命滋養了我的生命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 是可以獨自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面的 歸根究底我還是渴望 那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我喜歡跟我愛的跟愛我的人 有很深度的連結 然後可以享受 每一個相處的時刻吧 訪談結束之後啊 我們都知道維里安就是一個乖寶寶 她從小就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然後這個善良並沒有因為 她長大之後 面對一些不美好的事情而改變 也因為她很體貼 所以世界上所有討厭的事情 她都可以幫她找到一個理由 然後世界上所有的壞事 或許都會有她的苦衷 我們在過程中有聊到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改變 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 唯一不變 就是 威力安的真誠 是威力安的真誠 是威力安的真誠